我覺得每一份工作 每一個年輕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夢想 其實一定要做自己喜歡的事 不要因為你看到 覺得我們金融好像容易賺錢 我們英雄證券1993年成立 就是2007年4月上市 我覺得在這20年看到 我們券商是真是自強不息 每一次就算遇到什麼風浪 我們都捱到過去 金融海嘯也好 有一個什麼股災也好 所有東西我20年都說 我讀書都讀不到 當時那一刻 你的多深刻 看到一些客人是由很多錢變成輸錢 當時那一刻 公司應該怎樣去減低自己的危機 所有東西都真的在一個 叫做experience 學到回來 作為一個working woman 突然在香港 那你怎樣去保持一個work life 一個平衡的work life 一個平衡的work life 之前一晚幾夜睡 有什麼應酬 我七點鐘一定要坐在桌上 和她吃早餐和她聊天 晚上我一定陪她睡覺 其實我差不多每晚都回家吃飯 除了有應酬 一個星期我四晚 我之前都說 我其實每一晚如果要出去應酬 我都要問過我女兒 我說你今天出了 明天可不可以不出了 有時候沒有辦法 一定要應酬 我就說我晚上九點半至十點 趕回家 我就和她睡覺 因為睡覺這段時間 我很珍惜 她會說很多東西給你聽 所以我們叫pillow talk 這個時間是很重要的 即早上早餐和晚上睡覺 我是很喜歡金融這個感覺 我是很喜歡 我每一秒鐘都很享受 我不會看著表現是否六點鐘下班 我覺得年輕人一定要找一件事 他自己喜歡做的 他喜歡做的 你追求你的夢想 不要放棄 不要太容易放棄 不要因為那份工作 賺多點錢 你放棄自己的夢想 是一定要你找一份自己喜歡做的